第346章 横煞 这些被刺多如牛毛 又尖又细 非常的可怕 咻 咻 咻 一声声犀利的破空声传来 叶熙文看得心惊无比 但是却不敢怠慢 这些异兽或许单个远远不如叶熙文 但是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 他们是整个族群一起出动了 汉山印 叶熙文一声大喝 汉山印横扫了下来 犹如一条大龙横扫而出 直接碾压碎了这一片的被刺 咻 咻 咻 一声声犀利的破空声传来 又是一波被刺袭击而来 这些被刺根本就是无穷无尽一般 这些异兽居然犹如进退森严的军阵一般 一波接着一波 完全没有任何的空当 叶熙文感慨说道 这些异兽的智慧比人类是不如的 但是却也是比较聪慧的 非常了得 这个时候 每一头异兽更是犹如军人一般 进退有度 叶熙文顿时脚下连踏 双手死裂出金色的光芒 瞬间将被刺狂潮 给生生撕裂出一道又一道 直接冲了进去 枪 叶熙文手上的剑翼 瞬间冲天而起 形成一道剑光 瞬间斩落了下去 叶熙文身随剑走 在那些异兽之中穿梭 厮杀 虽然那些个异兽 几乎每一头都犹如是小山一般 而叶熙文在其中 根本不算什么 但是叶熙文的剑光锁过之处 根本没有一和之敌 眨眼间的功夫就将这些异兽 斩杀上百只 这个时候 已经被叶熙文冲了进来 那些被刺已经不适合发出去了 但是这些异兽竟然犹如有人指挥一般 犹如一个军阵一般 列成了队伍 朝着叶熙文轰杀了过来 列成了战争 竟然让叶熙文都有点不能冲杀开来 这些异兽还是很厉害的 叶熙文说道 汉山印 叶熙文没有任何的犹豫 又结了一个汉山印 一条巨大的山脉犹如一条大龙一般压了下来 但是那些异兽竟然再度纷纷射出了被刺 瞬间将汉山印生生轰爆 异常的可怕 不过叶熙文结印的速度比他们更快 又是一个汉山印砸了下来 轰 巨大的山脉化身 一条大龙生生砸落了下去 一时间数百只异兽被叶熙文生生砸死 他们的血肉瞬间就被天元净给吸收了 星辰之力被叶熙文所吸收 叶熙文奋力搏杀 犹如猛虎入羊群 见异所过之处 大批大批的异兽被斩杀 然后有更多的星辰之力被叶熙文所吸收 叶熙文体内的观人经在疯狂的运转 内宇宙也在一点一点的变大 叶熙文越是斩杀那些异兽 星辰之力就越多 甚至是一道一道的星辰之力被叶熙文给吸收了进去 不过要离产生质变 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光凭这些星辰之力还远远不够 叶熙文建议和汉山因交替使用而出 强横的从头杀到尾 在这些异兽的军阵之中突来突去 以叶熙文的速度依然足足厮杀了半个时辰 这才堪堪将这些异兽给斩杀干净 和刚才斩杀叶熙的时候不一样 因为那些叶熙体积很小 叶熙文一剑下去能够斩杀一大群 但是这些异兽体积庞大的犹如是小山一般 一剑只能斩杀一个或者几个 叶熙文生生已经杀到快没有真元了 如果不是天元净正在疯狂的制造灵丹 然后补充给叶熙文 叶熙文这个时候早已经真元枯竭了 上万头传奇境界的异兽够你吸收了吧 叶熙文喘着气对叶末说道 还差得远呢 圣经和传奇本身就不是一回事 而我现在就是要从伪圣器变成圣器 哪有那么简单的 叶末说道 天元净本身就不是普通的法器 一旦晋升圣器足以横扫其他的圣器 当然没那么容易晋升 虽然话是这么说 但是足足斩杀了上万头传奇级别的异兽 天元净也吸收了个盆满钵满 获得了极大的好处 叶熙文刚刚喘了一口气 也仅仅只是刚刚喘了一口气而已 叶熙文飞过一片湖泊的时候 居然有上千条怪模怪样的鱼从湖泊之中冲了出来 居然直接飞在虚空之中 朝着叶熙文冲了过来 漫天的水溅瞬间喷吐而出 这时候叶熙文身上的真元已然已经不多了 只剩下了一些了 本来还想找个地方恢复一下 但是这个时候也没有任何的办法了 叶熙文能看到路边一具具白骨 都是被啃食干净了身上的肉之后 剩下来的都是舞者的尸骨 而且才刚死没多久 应该都是被这些鱼怪给吃掉的 毕竟相对于这些恐怖的动辄上万头 一个族群的异兽来说 叶熙文等这些舞者根本就不算什么 这回儿子进来的也就是数千人罢了 还不及他们的一个族群大 寻常人遇到了这些异兽的族群就很难逃脱 能斩杀一些逃走的就算不错了 更别说像叶熙文这样整群整群的屠戮掉他们了 也就只有叶熙文有这样的能力 他的强悍的肉身注定了能够容纳更多的真元 才能支撑到现在 如果换了一个人 早死了 就算是罗伊航等人 就算不怕这些异兽族群 也只能只迅速传过去 不可能和对方硬抗 就算是叶熙文这样的肉身 在和之前那个类似箭猪一般的异兽厮杀完之后 真元都没剩多少了 更何况是其他人了 叶熙文瞬间张开恶魔之意 冲到了这些鱼怪的中间 叶熙文强横的肉身 直接一口气撞死一群的鱼怪 这些鱼怪平日里受到星辰之力的淬炼 非常坚硬 犹如金铁一般 但是又怎么比得上叶熙文的霸体金身 叶熙文的霸体金身 根本就是一个大号的坦克 那些鱼怪根本没有什么进战的手段 可怕的力齿 又根本没办法伤到叶熙文 轰轰轰 叶熙文简直就是一个大号的推土机 所过之处 所有的鱼怪都被叶熙文生生打爆 虽然叶熙文真元所剩不多 但是他的霸体金身依然强横 直接将那些鱼怪给生生打爆 并不是一件难事 轰 当最后一条鱼怪被叶熙文给斩杀的时候 叶熙文也已经消耗光了最后一丝的灵气 其他人早已经深入了进去了 他们不像叶熙文这样是一路横杀过来的 他们遇到这些异兽 基本上是粘之急走 不敢深入接触 就算是罗易航这样的高手也是一样 和这些异兽硬碰硬 那可是会死的 他们是为了得到宝物而来 可不想死 上万头传奇级别的异兽 足够将他们彻底淹没 也就只有叶熙文敢这么做 能这么做 因为对于叶熙文来说 这些异兽身体之中的星辰之力 也是属于难得一见的宝物 足足有两万多头的异兽 都是传奇境界的 虽然境界普遍都偏低 都只有传奇而三重 但是却也是货真价实的传奇 传奇境界的异兽的星辰之力 让叶熙文吸收的足够的多了 甚至叶熙文能感觉到 身体里的星辰之力在澎湃 只差一个契机 让他能够凝聚出地球 他的境界就能顺理成章地突破了 叶熙文 这可是一个灵气 叶化形成的湖泊啊 难怪能形成那么多凶悍的余妖 放在其他地方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叶熙文看着眼前 这个巨大的湖泊说道 你在里面可以加速真元地恢复 叶熙文点点头 同意了叶末的意见 难得有些疲倦 他的真元真的可以说是虚耗一空 相当的疲惫了 叶熙文一个猛子 扎进了这个由叶化后的灵气 组成的湖泊 顿时感觉到通体一阵舒畅 浑身的毛细邪孔 这种感觉就犹如是夏天最热的时候 喝下一瓶凉水时候的感觉 那样酣畅淋漓 灵气本身就是最为有益的一种能量 老话形容一个人 也往往说这个人很有灵气 灵气吸收的越多 神智也就越清明 大脑身体也都会不断的进化 人其实先天就是含有灵气的 就是所谓的先天之气 但是人体就是一个巨大的漏勺 到处都有洞都有孔 在出生之前 由于浸泡在洋水这种 那些洞和孔都是封闭起来 能锁住先天之气 但是出生之后 从呼吸第一口气开始 这些洞全部都张开了 开始吸入大量的浊气 而在这个过程之中 能保留越多的先天之气的 往往代表着这人越聪明 有的人就是天生看着灵气 机灵 其实这和体质就有关系 有的人天生身体就是大漏勺 什么灵气都存不住 这种人是注定了没办法修炼的 而有的人天生就能大量的储存灵气 往往这种人资质和根骨都是绝佳的 轰隆隆 一声巨大的炸响 空间瞬间犹如沸水一般沸腾了起来 刚刚恢复的差不多 准备出湖的叶西文立刻又扎了回去 你这种人是绝佛的叶西文立刻又扎了起来 你这种人是绝佛的叶西文立刻又扎了起来 你这种人是绝佛的叶西文立刻又扎了起来